再次的宣誓本黨黨產歸零的決心 作為民進黨政治體管機的政治意圖 不願再被民進黨追著打 國民黨主席將啟程中場會上 宣誓又把黨產歸零 因為接下來高雄市長補選 將是國民黨內能否再振起來的一大挑戰 不下六七位中場會就要移到高雄 就要把那個徵選出來的人選 介紹給大家 強調已經鎖定七位戰將 不選不會缺席 國民黨中場會上更制定出徵招標準 由秘書長李乾隆等五人 組成徵招協調小組 授權黨中央找到人選後 可以直接徵招 縮短提名作業時間 而高雄市議員李雅敬 甚至主動請英以拜會黨內大佬 不少黨內青壯派議員 也紛紛要求出戰 是有再度的表明我的這個承擔的意願 中央能夠審慎來評估 只相較對手陳其邁 19日就要開始競選活動 國民黨不僅人選還在喬 要等到24號登記截止當天 才會對外公布徵招的人選 而讓黨這張頭痛的事還有要守住 高雄市議長寶座 黨內有假投票選出曾麗彥搭檔陸淑美 也引爆黨內分裂危機 不但國民黨議席都不能少 還得再拉攏兩席泛藍議員 國民黨高雄這場仗真的不好打 歡迎新聞 陳信仁 張家寶 楊紫瑜 台北報導